好久没开自行驶方车走这么远的路了 然后刚刚遇到了一个线高杆 线高杆现在已经很少了 刚刚遇到了一个2米6的 就在前方看到了一个线高杆 当时我把车缓缓的靠边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停那 然后深思了一下 然后观察了一下左右的形势 然后决定掉头回去 我为啥跟大家说这些呢 其实我突然想到的就是 什么叫老玩家 什么叫动手能力强 就是所谓的老玩家呀 是指那种在路上遇到了问题 很淡然不慌乱 然后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所谓的老玩家呢 就是行手在路上的时候 打老远一瞅 线高杆看着 打老远一瞅 多少多少米 预估一下自己车过不过得去 所谓的老玩家就是 像我今天早上到医院去接人 前后左右全是人 依然非常淡定的 前后左右观察 看左下角的镜子 慢慢的把车开进去 我觉得这些就是老玩家 该有的素质 我不是自己吹 我也不是那么老的玩家 但是真是 这么长时间了 好久没开自行式方车了 突然开自行式方车 就真的发现 跟第一次开自行式方车 完全不可同时而言了 走之前 很淡定的 把所有的车窗检查一遍 把所有的柜子的柜门 检查一遍 你想想这种淡定 这种踏实 和刚刚开始 开自行式方车 把遮阳房挂掉了 开着开着车 然后这个车 外面那个 就是 美系罐那个舱的舱门就飞了 油盐降速撒一地 这些 开着开着 车窗就开了 然后换机扇没有收 就把车窗开走 就把车开走了 这一切一切 都是当年我身上发生的 所以啊 咱们要相信成长的力量 任何一件事 总是 从最初的懵懂 到最后的成熟 跟人生是一样的 谁还没智能过呢 现在不都变成老油条了吗 所以说 只要你热爱房车旅行 不管你是开的自行式方车 还是图挂式方车 早晚有一天 你会从开车 变成你彻底能驾驭 刚开始开图挂房车的时候 你就哎呀好长啊 到处好难呀 刚开始开自行式方车的时候 你就要好高 我车好大呀 直到有一天 你可以骄傲的对别人说 我有车感了 一旦有了车感之后 就相当于一个人练剑一样 人剑合一 简称剑人 那种状态 那种气场 是hold on一切的气场 那样你的旅行才会快 好了 这个 这期视频吹油就吹到这了 你们觉得我吹的对不对 在评论区就你啊 在评论区给老万 评论 点赞 加准发 你就是对我最好的人 拜拜 我们一起防车游遍中国